从德国 法国 英国 好几个国家 大家会合起来 到了冰天雪地 难民营 里面的难民 身体上都是已经长出 散步 跳蚤 所以为了这样的生理卫生 我们这一次去要帮助他们 也很感恩印林林董事长的副总经理 来负责这个案子 跟实际人接触 他们可以供应不只是吃的 还有水电 还有热水等等 他们都愿意帮助 把这一些都让他完成 最多是人生只要有发生的 只要有种子 那这个当地就会长出了 菩提林出来 这个爱的能量 孩子们就不用再给三母家搭搭了 他们可以净化他们的环境 也可以让他们的身体卫生完全清洁 还可以让他们免得哀恶 这都是当地假如有一个 这样的很巩固的公司在那里 有直接的一个互动的机构在当地 那我们就方便多了 真的很感恩 爱的能量总是这样的 无边际的 只要把爱心启发了 这天下的苦难人得救机会就多 真的很感恩